哈喽大家好 欢迎荣耀夫妇今天来到腾讯视频直播间 请二位先给屏幕前的大家打个招呼吧 欢迎荣耀夫妇的到来 很多网友都说荣耀夫妇的爱情像童话洋老们 那今天我们就跟着荣耀夫妇来到童话的世界 上海迪士尼乐园 到了上海迪士尼乐园必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和身边的人拍照打卡 不知道二位的拍摄水平怎么样呢 那么桌前有一些物件可以辅助你们拍照 请两位互相为彼此选择吧 好 互相选一选 那我给你选这个吧 一人一个 太可爱了 现在让朋友们快点解脱 我们现在马上三二一准 拍照 好 三 三 二 一 可以几个掌 朋友们快截图 刚才 看看迪士尼朋友们马上就来了 刚才我们看到 小朋友们 请和我们一起欢迎其幻童华山堡的皇家主持 刚才就注意到有一对牵影在这边认识室 今天我们要保持有效距离哦 我们要保持有效距离哦 谢谢小伙伴们 再见 拜拜 拜拜 好就这样 谢谢 谢谢迪士尼朋友们 拜拜 拜拜 来我们 继续我们的直播 好 好 咱们两位 好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环节 是考验我们荣耀夫妇对一些细节的记忆 我们会根据两个角色相关问题 二位以抢答的方式来回答 回到多的那个人可以 惩罚书的那一位 二位都准备好了吗 惩罚书的那个人 好 那现在请听题 抢答哦抢答哦 积极一点 第一次求婚 于途向乔基金说了什么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一起去外交电照 哇 真的非常 非常有默契 好 那于途 是抢答的 是抢答 对对对 余老师优秀 好 第二个问题 于途的手机密码 034 哦乔基金真棒 好 第四 三个问题 楼赛后 秦晶对于途说了句什么 好帅 有点帅 啊 秦晶抢到了 第四个问题 乔晶晶的QQ尾号是 我同时答对 这不错 平局 哦不对 我三个 他两个 对对对 不才四个题吗 对 现在只有四个题 现在只有四个题 平局平局 好 最后一道题 要决出胜负 说出一个网友为荣耀创造的热梗词汇 连接鸡体 哦 金鸣是吧 林鸣是女孩 不错 不错 那两个人基本 那我们互相 我们惩罚 其实就是输的人 要给赢的人撒娇 要不我们互相 互相都撒一次 你输了 这样 女生 女生 金鸣先给余老师撒一个 然后余老师再给金鸣撒一个 石头小木 我们石头小木 你是什么石头小木 等一下 那你先告诉我的手在里面是怎么放的 我就感觉我的手两个人是憋在一起 对对对 我也是 就我这两个 现在有两个手机 其实挺难受的 对啊 石头小木 好 三只要收 嗯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就是剪刀 石头剪刀布 嗯 石头 诶 我说了 诶 平局 最后吧 嗯 好 石头剪刀布 这是什么 井 这是井 你的石头就要井语了 我赢了 嗯 好 谢谢 谢谢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啊 下面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嗯 哦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们还没有撒娇 刚才那个惩罚 没有惩罚 来吧 来吧 嗯 嗯 晶晶先跟游老师撒个家 啊 行 我更名是图 谢谢 行 啊 啊 游老师 游老师 来吧 啊 啊 游老师来 游老师 没事 没事 来吧 游老师 哦 哦 哦 可以撒娇 撒娇 撒娇 哦 好 好 过了 水 水 水 好 接下来下一个环节 我们分 我们是 我们可以先把手套摘下来哟 对可以先把手套摘下来哟 嗯 放一遍 咱们声音可以稍微大一点点 嗯 谢谢大家 对对对 观众们听不见 哈哈哈 能听到吗 能了能了 好嘞 哈哈哈 好的 甜蜜的时光 咱们搞事情才是真谛 面前呢 咱们分别装了两个玻璃瓶的水 然后就是红色的杯子是代表金金 然后蓝色的杯子是代表余老师 然后我一会会问一些问题 就是你们要根据问题去选择 然后是余老师还是金金 然后测你们俩的默契程度 看咱们永远复复对彼此了解是否一致 嗯 好 第一个问题 谁的游戏玩得好 哇 好有默契哦 为什么 为什么是余老师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没事 都可以 都可以 你要把他全干了 你今天必须把他全干了 鸡鸡说一下为什么选余老师 因为他确实就是 大神 你说在剧里吗 嗯嗯 在剧里的话他就是 大神 教我 对 好的 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他也玩得很好 因为在片场的时候 他也会 好的 那日常中 他就是把我反杀了 讲戏的时候 好 那第二个问题 日常中谁最有梗 谁更有梗 端庭 端庭大师 我也是小金金 嗯 那 为什么呢 那金金为什么两个 两个人同事 两个杯子同事专起 谁也得罪 大家都有梗 棒棒的 好 第三个问题 谁比较主导地位一些 主导 嗯 就是可能谁更主动一些 那我觉得应该是 余老师 太有默契了 对 他的感情中 可能中间 可能会错失这个爱情 但他最后 他自己主动的时候 回这段爱情 嗯 那金金觉得呢 也是余老师 对 就是因为金金的 很多心情 也都是被余老师给亲动 嗯 好 好 第四个问题 太有默契了 干一个 那两位分别讲一下为什么是金金呢 可以说一下 简单说一下 就不用说 大家都看得见 哎呦 我 对 什么 对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请听我解释 就是 就顺手就拿到右边 嗯 好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吵架了 你们认为谁应该先道歉 你太默契了 你们基本每一道题都选的是一样 对 好 余老师先说一下 为什么觉得是 所以始终 本来也就是余图先道歉 那是余图做错了 对 所以就是 想知道余老师是怎么道歉的 余老师是怎么道歉的 你要干啥 我没有道歉 余老师是怎么道歉的 怎么道歉的 嗯 跟大家指透一下 要信息道歉 那 金金觉得呢 就是如果余老师道歉 你要怎么样才能原谅 就是他用什么那样的方式 你会原谅他 好的 好 那最后一 发现你们俩太有默契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验一下 我们大家都一起跳一个 陷入 坠入星河舞 所以我们要再考验一下 两位还记不记得我们的 坠入星河舞 我们先把音乐放起来 大家 准备好了吗 金金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记得吗 我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因为刚才好像有点没有跟上 好不好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这个 第一个 对对对 你再回忆一下 金金在 金金跟余老师再回忆一下动作 教一下余老师 好 我可以 谢谢 哇 真的太甜蜜了 好的 那到这里呢 我们直播也要接近尾声了 最后呢 请荣耀夫妇分别 用一句话形容一下 你是我的荣耀 在剧中 就是看剧的感受吧 分享一下 看剧的感受 对 就是让大家看剧 对 就是觉得这个夏天 你的视线里 绝对不能少 那你是我的人样 不然你会后悔 因为 配上夏天的西瓜 看着你是我的人样 你会觉得更加甜蜜 轻点 没了 对 余老师 特别高兴 能够和大家 共度这一个下午 然后呢 我觉得就是 下个星期的剧情 会更加精彩 喜欢 那我们现在就到这里了 腾讯视频的直播 就是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别忘了周一的 周三晚上八点 我们一起排阅视频 准时蹲守 你说的荣耀哦 我们是受伤力的 我们 大王宝贝别走 别走 可以再给大家 我们再播一会儿好不好 对 接着接着忽悠 呼啊 我再给大家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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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